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下一些和博彩相關的資訊 立法會第二上次委員會在今日早上就和經財司司長李慧龍和政府代表 繼續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的法案 當中新的工作文本新增建議 整批公司可以為博彩者提供開設專門的帳戶 存放它用來賭錢的現金、籌碼及其他款項服務 但不可以因此而向博彩者提供金錢的利益 和要遵守有關預防清洗黑錢、恐怖主義的法律規定 委員會主席陳澤武做一個總結 委員會認為引入條文非常之好 清晰寫明只有成批公司才可有存款服務 和不可給利息還要清晰金錢來源 保管相關現金、籌碼不設時間限制 但一定要本人拿錢 否則觸犯法律 亦問到將來會否出現借貸情況 引述政府條文說 和信貸法是兩回事 信貸是會由信貸法去做規管 這個做法是盜絕中介合作人去非法吸收存款 而博彩中介方面發出准召 是需要考慮歐澳門特區政府博彩中介規模 至於數量如何呢 因為現在要看回經營狀況才可以決定 現時是沒有一個數 這就是最新博彩法業務法的資訊 其實如果我看回新聞內容 我相信未來澳門在賭業方面 應該是還會再有機會再萎縮下去 為何我要這樣講呢 因為以前賭廳的部份是可以做一個吸收存款 然後吸收完你的存款再借出去給人 但現在只有博彩才可以做這件事 和是不可以有利息的 我相信會放得到在這裏的錢不會很多 變成資金池不會很大 未來可能我們主要都只是可以做得到中場方面的業務 但現在我們再退一步看 但是這個法這樣通過了的話 亦都可以減少到非法吸收存款的事 又或者是人家吸了你存款 走佬這些都是可以避免得到的 因為法例不允許 你去做的話你就是非法去吸收存款 好了那今集的內容 和大家簡單講一講 你們有些什麼意見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